注意看 这对父子正在等红灯 下一秒 一只灰熊竟从他们眼前经过 父子俩目瞪口呆 眼看灰熊缓缓靠近 父亲本能的护住儿子 灰熊贴近车窗 父子俩确认过眼神 这正是自家动物园的熊 灰熊抱着车就是一顿轻 哈拉得满天飞 乘灰熊转身离开 父亲小马哥立刻联系员工 进行抓捕 他拿着麻醉枪一路追到山里 乘灰熊在远处开心的玩耍 小马哥拿着麻醉枪缓缓靠近 就在这时 灰熊发现了小马哥 他一步步向小马哥靠近 小马哥尝试安抚灰熊的心情 然而下一秒 灰熊一巴掌就把小马哥的枪打掉了 然后张开大嘴 对小马哥破口大话 别惹老子 拓猛还见了小马哥一脸 小马哥吓尿了 他根本不敢动 稍有不慎 他将成为灰熊的口实 正当小马哥手足无措时 灰熊竟慢慢倒下 原来是员工们及时赶来 向灰熊发射了麻醉枪 死里逃生的小马哥想起刚才灰熊独自玩耍开心的样子 他明白灰熊是被困在动物园才抑郁的 于是他决定扩大灰熊的玩耍空间 然而这又是一笔巨额开销 之前的一万五千美元还没有着落 小马哥无比思念妻子 要是妻子还在 一定会给他建议 于是他穿上妻子生前穿过的衣服 没想到他竟在衣服里翻出一张存款单 次日小马哥拿着存单直奔银行 一查这里竟有八万四千美元 原来小马哥的妻子在生前 担心丈夫有一天投资失败 所以默默地为他存下这笔巨款 即使他离开了 他依然用这样的方式守护着爱着小马哥 小马哥落泪了 他决定带着妻子的爱建好动物园 他把大家召集起来 望着众人怀疑的目光 小马哥告诉大家 虽然自己是个门外汉 但他会亲近所有和大家并肩作战到最后 看着小马哥真诚的眼神 员工们彻底被征服 然而很快他们又遇到了下一个考验 年迈的老虎跑到高处 却因体力不支下不来了 将他引下来 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寡姐否定了 寡姐提议 只遭异想吸引老虎 还没等小马哥反对 一群人拿着锅碗瓢盆就吆喝起来 小马哥身体是拒绝的 但嘴巴却很诚实 喊着喊着 他的声音盖过了所有人 小马哥知道老虎快不行了 但是他不想就这样失去他 这让他想起病逝的妻子 寡姐告诉他 必须要给老虎安乐死 这样才是对他负责 让他艰难地活着只会更痛苦 但是小马哥怎么也不肯放手 寡姐觉得小马哥不可救药 便愤然离开 晚上 寡姐来到小马哥家里 为白天的冲动道歉 两人握手言和 小马哥第一次跟寡姐分享了过去 小马哥告诉寡姐 他十分思念妻子 但是最令他难受的是 儿子有着和妻子一样的眼睛 所以他根本无法面对儿子 没想到 这些话都被儿子听见 儿子误会父亲 两人大吵起来 儿子误会父亲 儿子误会父亲